日馆处协助佛岛新一乡左水溪县市部落观光产业有成 为了了解需要改进的地方以及部落进一步的需求 日馆处一大哨管理站特别举办永续观光推广成果的分享会 在地地资讯站跟所有的布农组的部落的主人 一起来办一个叫做日月坛今年的部落观光辅导计划一个成果发表会 那其实是一个分享会 那我们也听取了部落主人还有各界包含校长包含公所县府封管所 我们把这些资源的意见把它整合起来 作为明年我们要怎样再进一步整合大家的资源 来继续推动我们左水溪市部落的观光活动 近年来推广左水溪市部落日馆处公不可没 除了有地方产业以外更有许多的销旅行 对此地方居民是相当感谢 希望能够继续支持部落观光的发展 今天参加日谈风管处的举办这个分享会 非常感谢这几年来的对部落的帮助 那希望未来风管处跟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协助我们部落 有关文化商品的一个创意的部分 还有香水的推广还有那个油城的规划能够一串连的从日馆处那边 然后穿到部落来还有一些商品能够协助部落来推动这些商品 先约王秋树感谢日馆处的用心 也欢迎民众可以前来部落走一走 日馆处也指出目前佐水系县市部落除了有许多的马高产业外 也有小旅行等等 欢迎全国的好朋友都可以前来旅游 记者邱秉逸 新一箱采访报道